我们佛征三帝,你现在看到的古王是当时的白话 所以叫王岐八代子谁啊 不然你们我不那么跟你们讲 到鬼王岐那些老师们是不是讲得通我不知道 我这样一讲你们都懂了 那么韩语有个学生给他那个奇名 很有名气的叫李高 不是现在的李熬,李搞,搞人的搞,非人的搞 李搞,这是很有名的 这个人是韩语的学生,文章该语一样的好 那都是提倡就是王宿革命的终结讽子 这个人放到了江西来做生长的李高 那个时候太熟啊,太熟,等于说四江以上的生长 朋友们,唐代的官不是现在的官 现在官不值钱的 出来也没有意思,我们这些官来有什么意思啊 跟我们差不多,一切的官出来 那个样子很像样,强续那个样子 李高到了江西做太熟,听说有三产是名气那么大 李高,李高,有道子,他给韩语来说都主张主家的 复杂,修复的,真有东西吗? 他要摸一下底子了,不是来调查 他想清量他一下,这位大产师就证有没有道 有没有学问啊?好,他一个人到山上来 叫这个有三产师 有三产师啊,早就知道了,他回来 那一天李高上来,地方官一路之后当地的首长 他还是省里头的首长,等生长过来了 那个生长,别现在生长,威风大了 当然,他传遍一而去,传遍一来 有三产师,住在那里啊,拿一笨针,也拿着眼睛的 其实他没有看书了,装样子的 这个李高,这个生长啊,来了,看到这位老胡尔 瘦的,高高的,好像也没有什么道 两个都是瘦骨头一把,吃素吃的,营养不够的,不良的样子啊 他就站在他后面看针,看了半天,他也没有叫他,老胡尔也不回头看 看,始终不回头看他一眼 旁边的小胡尔,师父啊,太熟了看你 老胡尔,好像没有听见,又好像听见了,口都不回 碰到这个立稿,脾气又大。 天下我孟地义,这韩语的大学生。 看老后人,头都没有回。 小后人告诉他,太熟了,再看你。 他嗯,好像那个猪吃了,那个吃饱了, 睡觉,嗯,就完了。 头都不回,离告一词。 一别走一别讲,文明不如见面。 听到名气那么大,有三禅师。 我还特别来看他,结果这么一个老家伙, 文明不如见面。 这是禅宗。 有三禅师啊,等他走几步, 太熟,就叫他,生长。 你何必跪耳而见目呢? 你怎么把你耳朵看得那么重要,把眼神看得那么坏啊? 他说,文明不如见面,文明是靠耳朵听进来的了。 你现在本人来看过,是眼睛看过的。 他说,你把耳朵看得那么重要,怎么把眼睛看得那么坏? 这个就是禅宗叫忘乎,一忘就爬过来了。 笨人呢,绝对不懂。 这些人都第一楼子会。 咦,离告一听就震动了,赶快回声。 师父,对不起。 笨人不会。 你给他问问题,哪些笨人问死了,答复他一句话。 老师,我还要请问,这个样子,还要怎么样子,怎么样子,这个样子,怎么样子,怎么样子,怎么样子,这个样子,永远搞不清的。 所以禅宗六祖说,接应向向根基的人,向向至的人,不是普通人能够说的。 这个叫疾风,一句话,一个字,一点,他脑子就论光。 他闻闷不如见面。 不是太守,我讲错了,唐教不叫太守,赤士。 汉教叫太守,唐代这个叫赤士,生长。 他赤士而对,赤士啊,你会比贵而见目。 他一听,哎哟,这个年总赶快回去了。 师父,再好就留下来。 一谈,他就佩服了,离告。 就问了,叫师父,你传过我的道,怎么说啊? 付法怎么正闻? 又三财士,嘿嘿,你也要说福啊。 这是禅宗。看到没啊? 不讲话了,一个手指头,上面一只,下面一只。 你让我传道给你,就这样。 比如,你们想一定去跟我说,我们两个表演,我手指还一动,你一定,哦,哦,我头发要看看,然后看看我的下面。 鞋子穿的什么就糟了。 你搞一看,这就是禅宗哦。 说不要文字年女。 不懂。 师父啊,弟子女本不懂。 请你明识吧。 啊,用道理讲给我的。 他就讲了, 运在清天,水在平。 其实呢,当时他们一叠一下下面的,并不是一定这个句子。 因为他不懂。 所以他告诉禅宗。 他说师父啊,弟子太女本了,不懂。 请你明识。 他就说,运在清天,水在平。 地下禅宗跪下来。 好,我懂了师父。 静止拜他为师。 他真懂了没有谁知道。 王子他懂了。 不过禅宗经懂了。 所以回来,他在彭复法写了一篇很有名中国文化王书史上, 王书史上大革命的一篇文章,叫《夫圣书》。 所以将儒家空蒙子修能够谈到命生皆生, 就靠他这一首来的这篇文章。 比韩语的威尼亚大,叫《夫圣书》。 一个人的生命本身, 就靠他命生皆生, 恢复到本来面目。 他用儒家的观点写的。 因此产生了宋代的理修家, 周西亚、二政府之六相三, 都是根据这一篇福圣书来的。 这个手术历史跟你们讲起来后, 要讲三年快也讲不完。 现在中国人, 所以我要说, 真的回到了自己的骨骨, 我最重的是文化教育啊! 我们的教育已经断成了, 下面接不上去, 我说单向主这个啊! 谁搞? 你什么铁路不路啊? 这一条路最重要的。 可是我也做不到, 无可奈何。 韩语回来写了福圣书, 就是这样。 然后他对有啥历史的公正, 写了, 就把师父讲的这一句话, 他就写了。 写了一句诗, 站在自己的师父, 有啥? 迎在清天, 水在平。 不是啊! 千居松下。 第一句话, 他练得, 收得, 身性是活性。 练得, 身性是活性。 第一句话, 你看到有啥历史, 一定很瘦, 很高, 很长。 他说他收到了, 他练得, 身性就录着, 一定大步大步就长活性。 千居松下, 两行针啊! 千株! 母头有个猪, 千株松下, 两行针。 啊! 两行针。 我来问道是五语话, 他我来向师父求道。 没有多这一句话, 只告诉我一句, 应在清天, 水在瓶。 他练得, 身性是活性。 千居松下, 两行针。 我来问道五语话, 应在清天, 水在瓶。 三行针。 他在宫外, 他师父, 又三禅师。 还有一首,你们翻翻紫月楼上幼山历高这一段,我一下记不得了,那更好,他讲他的师父,又是偶像前锋钉啊! 有的时候,爬到山中,一个人站一下,月下披云,笑一声,这月亮下面,四面都是允包围局,月下披云,笑一声,哈!这样一叫,实际上就我们教你的,这个呼啊哈,呼啊须啊, 所以他发出声音一叫,历史然记者,有山产师,站在风顶上一叫,这个声音在地边面上夜里一叫,二十里路的人都听到他的声音,你看他的气功到了什么程度啊! 啊! 嘿!